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地景设计 透过模拟影片看到高雄铁路廊带完工后的美好景象 这将是台铁纵贯线铁路地下化营运后的改造计划 原版的铁道将改为全长15.37公里的铁路廊带 为了让市民及早体验原道风貌 高雄市府提前在今年8月启动原道示范段工程 地理设施就是路桥的拆除 那路桥的拆除我们这些工程都已经发报 预计在12月开始做各个路桥的拆除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原道的部分 我们共同分为六个标案 那这六个标案我们预计是在12月会开始进行发报 完工后的景观配置将采几何线条 以及铁道元素为设计主轴 植栽极大面积的草地还能净化空气增加碳吸存 以及调温节能降低环境污染 也提供民众一个活动休憩的场域 摆脱纵贯线铁路常年造成的发展阻碍 下地营运后的地上空间也要改头换面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